如今本赛季的NBA交易截止日已经结束 胡人队则是保持了原有阵容 并未有任何的改变 而这样的阵容是否让詹姆斯感到满意呢 在接受采访的詹姆斯面对记者的提问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他看来过了交易截止日 才是胡人发力的时刻 詹姆斯谈到交易截止日胡人没有动作的时候 说道是的 我们没有补充新人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的队友没有人被交易走 还有比这更棒的消息吗 我们彼此之间有很深的感情 胡人的每个球员都是我的兄弟 我们就像是兄弟一样的为彼此而战 同时也是为了胡人而战 交易截止日的时候总会让人心神不宁 所有人都是如此 包括我在内 但是现在你不必考虑这个问题了 因为他不会再困扰你的球队 我现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现在很高兴自己的队友没有被交易走 大家可以团结一致的打比赛 目前我们的很多人都遭到了伤病打击 但是在赛季前期的话会给我们恢复的时间 只要在季后赛开始之后 大家都保持健康 那么总冠军依然是我们的目标 大家都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这也是他们来到胡人打球的目标 詹姆斯继续说说道 目前胡人队的战绩是26胜31负 赛齐初期的时候 詹姆斯和农梅轮换受伤 但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恢复了健康 面对勇士的比赛中虽然输球了 但是他们打出来的表现 让人看到了一些希望 现在他们排在西部第九的位置上 如果不争取进入前七名 但是附加赛中就是一场定胜负这样的话 变数会非常大 谢谢大家